中国话重写意 西话重写实 中国话含蓄 内念 中和 西话开放 强烈 直接 中国话与西话究竟有何本质区别 中国话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坚守自己的魂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陈辉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进行解读 中国话在世界语的艺术范围内来说 它还属于比较独立的 唯一的 这种独特可能要从思想意识哲学层面上 它的认识论导致它的绘画的一种方式 二一个就是属于材料 它是画在宣纸上的 就是靠宣纸笔墨来表现画面 这两个因素会保持它和西方的绘画 有着本质的不同 陈辉认为 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受思想支配的 中国话受道假 儒假思想影响叫声 画的是印象和感受 而西话受古希腊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 万物皆数等理论影响 更强调物象的科学性与精准性 追求理性的美感 道假他就讲了实法自然 在自然当中形成一个 雾我两望的一个情景交融的一个境界 中国古代的这个山手画家呢 他一定要住在山里面 讲卧居嘛 然后游历 住上很长一段时间 他会从山上山下山前山后 这样转着看 表现他的胸中秋和 就是他自身产生的一种感受下 对整体上这个山形成的一种印象 儒假讲的是呢 就是你的修为 你的思想的后果 你文史者的积累 以及你生命的阅历 这一切决定你的画品 你的画的格调和画的这个意境 所以这些因素呢 中国的这个认识论呢 大多是从由内向外去表现 也就是说一个物象的生成 它是先强调内心的这种 修为感受和他自身的观察 自然以后形成的一种意识 然后在这个意识当中呢 是一种境界的拔空 再去表现物象